寒水月楼沙 市场茫茫刻在哪 顾客不知伤人类 攀亲砍价寒险贵 我还价还价 顾客却跑到他家 偌大的商场冷冷清清 一上午就只有一位顾客 恭喜老板发财 发个毛财 十块钱的利润 连茶水钱都不够 小咪哭着对我说 银行大额贷款都是骗人的 我不可能是他的顾客 因为我们都是草根创业 社会新常态 经济最寒冬 草根创业居部威艰 传统企业四面楚歌 危机重重 看看每个公司吧 哪个不是市场萎缩 哪个不是经济危机 哪个不是迷茫无助 公司烂了 我心要碎了 历经图治一手打造的公司 却搞成了这个样子 我是痛心疾首 我恨不得自己 开除了自己 还有你们 虽然各个手拿iPhone 频繁晒照 你们就睡得那么好吗 我刚创业的时候 以为公司最大的问题是资金 我做了贷款 又以为最大的问题是人才 我招兵埋马 市场又让我寝食不安 我开拓市场 互联网又给了公司当头一棒 我现在是越来越迷茫了 传统的营销优势没有了